说到了秘幕才是要重要听的 怎么可以用同样的手法 一直在市场当中 有点拐骗大家不懂的散户的钱 所以这次又是情况如何呢 把它说明白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说 它是一个丙种跟 就是丙种金主跟主力上面的一个 属于对战 也就是说他们都想在这一档个股里面赚钱 只是一个要赚多的 一个是要赚空的 那我稍微上去一下 把这个故事讲完 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它融资买到爆掉 它必须要跟丙种资金里面去筹措资金 它就跟丙种去筹措资金又做了一段 可是呢 后来里面就已经市场上面传出风声 因为它压的这一支股票压的很重 并没有新的丙种的资金 愿意再续借给它 所以它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用嘎空的方式去做完成它的获利 那我们把整个融券里面移过来 在当时候呢 你说这一家公司里面 我觉得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话 因为当时候有很多人在介绍之后呢 就讲 它呢 公司本来公布 4月20号要股东常会 那你就代表 你什么时候要去做回补 我们把浮标开始往前移 移到最高点 股东常会这是股东会啦 对 股东常会它要去做回补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两个月啊 对 那请问你这一天是几月几号 是2月5号 因为这中间还有你要扣掉旧利 对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方式里面 它就是要利用说 我公布4月20号 我要把融券嘎空到这边 把我部分的筹码做获利了结 这是主力的想法 对不对 好啦 那你股票上面在硬做上来的过程中 丙总其他的人 他也知道 你本身已经求错不到资金了 对 你没有办法在这股票里面硬做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融券呢 开始再往上飙高 那为什么飙高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一个股东常会 居然从4月移动到6月 这未免也太扯了吧 对 那这一件是假的啦 它为什么要这样 那你来看看 一移动之后呢 你看它的股价从什么时候开始崩 这边消掉 你从这边开始算 你会不要帮我们跑一下 那是几月几号 那个是3月16号 足足往后移一个月 对 因为它的一个股东会里面就往后移 那这样的话 你就嘎不了空了 对不对 你来看它的一个融券 就开始往上暴增 然后沿路以来 被打下来的过程之中 那当然市场上面有传很多 也有传说 因为部分的金主里面也知道 你筹策不到新资金 然后去卖你的股票 很多的一个风言风语就出来了 那你也没有办法嘎空了嘛 对 所以股票 砰一声就跌下来 所以就大赚 融券的钱 看到没有 大赚了融券的钱 融券这边先放空 后面整个就是它赚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这么阴暗的品种跟主力的一个事件上面 你要如何保护自己 对对 譬如说你在整个一个媒体上面听到了这档股票好 可是呢 你可以发觉到几个现象里面可以保护你自己 第一件事情 刚刚瑞涵谈到的颈线跌破 我们就不多谈 那我们在之前有教过大家 那我们把融资跟融券上面来讲取消掉之后 我再跟大家讲 你来把整个一个 对 从马面上面来讲 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这个颈线位置跌破了 我们不多谈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它在之前里面 在这边曾经出现过最大量 对 对不对 那你可以来看 就算你颈线没有跑 你这边该不该跑 这一根黑棒 鼠方交过了 大量区的下缘跌破 就该卖了 对 好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什么叫做中空 季线下弯叫中空 来清掉之后 我画给大家看 放大给大家看 季线什么时候下弯 来 你记得平均成本线 简称生命线 它下弯的点 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对 你也应该跑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还有没有机会跑 有啊 你当然还有机会跑 最近里面有没有再报大量 而且是 哇 拉得好高 从跌停到涨停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你能不能够在第一天里面 报大量 空手的能不能进场 你不能啊 你不能去进场 你只能吃过 我已经套这么多 我再看看 我能不能少赔一点 那很抱歉 它在这边跌破的时候 最大量区间下面跌破 你有没有机会跑 答案是有的 有啊 你就不要这样笑考了 你就少了这一段 对 至少少了这一段 所以这个故事上面 就是告诉大家 我跟大家讲 其实很多的个股上面 你只要碰过 有违约过的 你都要知道 因为丙总的一个资金上面来讲 它是会断 一直断断断断断断 因为一般而言是抵押两成 断断断断它成本的时候 它会给你打开一次 然后让你跳进来 就有救了 我逢低摊平 但是我告诉你 它后面里面来讲 有可能继续断出来 因为这样他才断得出来 你知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自己可以去试算一下 这个到这边几乎就是 两层 两层就是快要伤到 丙种真正的本钱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拉起来再断一次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我们来看看 那现在大家就说 今天里面有很多的中小型 各有反弹起来 我们要如何的判断 好多人又在忘记 昨天的下跌 如果是一个真正有 基本面的个股上面来讲话 他呢 其实他跌下去 一定都还会弹起来 他不会跌这么深 所以你一定要买成长性的 我们刚刚我们的阳光男孩 不是讲吗 我们台湾的财报很好啊 每个月都有公布营收 他就是你检视财报的 一个好时机 而且在最近里面 因为5月15号之前 是要公布第一季季报的 你有没有发觉会涨 都是第一季季报好 再过来我们均线开口要向上 均线要开花的 不要找凋谢往下的 刚刚季线下万 你看到压力有多重 还有大量区间下缘要不破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就跟大家讲 像刚刚谈到 何望他融资买满 那算不算融资增加 但是他后来价不强啊 当他开始在涨 我们刚刚看到 他融资在增加 他有一波急涨 那个时间你当然可以买啊 可是当他开始融资持续的增加 但是价开始弱呢 那就不行 对 所以要资减券增 价强或是资券同增而价强的个股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比较保守 那你就配合法人操作 因为如果你融资追进去 价不强的话 往下掉代表筹码是乱的 对 散户套在里面 那我们来看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跟你讲 季线下万你跑 大家就说 我70几块没跑 你叫我跑50几块 很多人就要打我们屁股了 因为我几块没卖 你30几块不更惨 所以就跟大家讲 如果是做短线投资朋友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 你就不管 你就是日线破掉 你就跑 如果你做破断的人 你月线就跑 那我们来看看 在最近里面来讲 有符合业绩成长 然后有报大量区间 又守得住的一些小型个股 你看最近都很强 这些都是已经开始公布 第一季财报的 像1450的台富 他们就是运动休闲医 机能医的上游 叫做家公司 他是做细丹尼的 你看这个个股 这边是不是有个大量 那你就是用这个个股里面 这个低点的报大量 如果没有跌破的是钱 那你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那今年估大概是在 1块1到1块3 第二季里面 营收会创历史的新高 那第二档是 LED的2426的顶元 公布出来0.36 他的毛利率里面 是创10年新高 然后他是打入到光通序 第二季可以成长三成 而且顶元应该有董监要改选 他会有董监改选的题材 大股东再增加持股 那再过来我们看 1477的巨洋 你说涨很多 今天还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公布第一季 他也是运动机能医的 那刚刚谈到的一个台富 就是他们的上游 戏丹尼的部分 那巨洋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 他公布第一季 税前4块钱 那股价就涨停板了 这样算高吗 我们来看一下1476的儒宏 儒宏很强啊 是不是将近400块 没他赚的多 他没有赚到4块 所以你知道 因为现在外资他也是在买 我要选择一个个股上面 他们会去做配对 那你巨洋赚的多 可是你股价便宜一样 那我当然就去选择巨洋 就像我们现在在看 你大力光强 你预见光不好 那我当然选择大力光啊 现在就是这样的配对 所以法人里面也是有这种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刚刚谈到的大力光嘛 因为大力光 其实32.86并没有比去年第四季好 那为什么他股价这么强 很简单啊 他已经讲 我4月份营收比3月份好 马上就要公布了 那你第一季一季不要公布 你毛利是不是上扬 刚刚谈到法人最看似毛利嘛 第一季的毛利上扬 他说你4月份比3月份好 然后呢 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所有的苹概个股 第二季都要衰退 他只有他说他会成长 那你当然法人 那苹概个股选什么 当然选说第二季好的 像所谓的可乘跟巨洋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跟大家讲 大力光这种独占性的公司 全台湾只有他一家会做 毛利又高 那我问你 他的本益比上面 如果以今年 我们来把那张字卡拿出来看 他现在是3065块 3065对 如果能够赚这个数字呢 哇 今年估有150块 那去年就已经140几了啊 今年150块我是很低估的 有人估到170了 对对 我有看过估到170 对 那这样本益比是几倍啊 20而已啊 我刚才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有很多运动机能医的个股上面 像巨洋 他13块嘛 那现在多少 200多块了 其实巨洋我补充一点点 我跟各位讲 其实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虹 我讲白 我透了一个 其实如虹早就被美龄任养了 美龄外资 他在100多块钱就已经任养 那个如虹到现在 他是大人家 一般外资他不会去扛这个 美龄 对 美龄 所以他会去 等于说去比价 这鼠方讲一个比价效应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就等于说他可以在如虹 这个地方可以寻找 本益比他还要更低的这种的 那巨洋现在有人 有外资认领吗 有 巨洋呢 外资持股比重是38.71 如虹呢 如虹外资持股比重43.42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追买巨洋就对了 我觉得就是个 对到今天还是如此 就是主方讲的这个逻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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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 在之前巨洋的故事 就已经在这个节目有讲过了 这个部分是这样 所以现在里面 整个法的也开始买 我刚刚讲上游的 加公司的部分 你要去做留意 上游加公司后面会满意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再过来就是台郡的部分 台郡呢 因为一般法人只有估两块多 供不出来3.28 优于预期 那主要的 可是他第二季会稍微荡下 这个里面来讲 唯一稍微荡下会这个原因 但重点是 他的股价本益比才几倍 10倍左右 因为今年EPS10.5到11.5 那人家会问我说 有些人估12.13 我为什么不敢这么估 因为他有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 对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这个损伤 那我们这个看完之后就跟大家讲 你看这共同的特色是什么 都是符合 你看这个大量 然后均线往上做开花 对 好 那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是 昨天跌停 今天涨停的 或是昨天跌 今天涨的 那OTC的股票怎么办 我们就随便来看一个 3.234 3.234的光环 昨天跌 今天涨 这个颈线位置又是这样子 对 没破 要怎么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个大量区间 对 对 对不对 已经很接近了 你就是设这个大量区间 当作你出坦考考价 但是你这个消掉 我持平而论 持有光环的你早就应该卖了 月线破了 对对对 一个月平均成本线 它其实是灌破得起来下弯 对 这就是你做短的人要注意的 那如果你真的都没有跑 那你就注意这个最大量的区间 这一档股票 然后有没有去做跌破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那它的中线上面的马其顿防线 还算有手 感谢鼠方 今天从维约娇哥讲到了内幕 您一定要记住 我到底平常他们的操作手法是怎么运用的 第一个第二个 绝对不要跑到最后面 既然教会您那个钓鱼的技巧 您要跑在前面 保护自己 因为好不容易赚到一点点钱 千万不要损失掉 急拍坦 还有外资的动作也格外要留意 就在今天 成如刚 葵大哥说的 外资 投信 同买超 就是盘面上这些的重量级的指标 同买的 有志越光 半导体油 国泰金控 还有包括了南亚跟中寿 接下来保城 也是同买的 同买的呢 友达群创 远传 金电 还有包括了金元 机长标的 与您最下分享了 股票呢 要挑安全的 但是呢 房子住的地点 当然也要安全 最近呢 地震非常非常的多 结果 各台不都做一个新闻吗 怎么会台北市 对那个地震的感觉 好像 感觉好大好大 可花脸呢 感觉不怎么大的 原来 问题出在 台北啦 双北啦 出现了土壤异化 就在地震之后 所以宇哥啊 什么叫做土壤异化呀 我口语跟大家解释 就是土壤本来是固体的 固态的 那它受到压力之后呢 它可能就变成像液态 或是有点像这个 这个会流动性的那种 应该怎么讲 就是粘稠的那种流值的那种状态 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地质土 本来那个土地一层一层 它是硬邦邦的 可是地震之后 它松软之后 下面的那个地下水呢 这个异化的地质 水就往上 不完全地 因为土壤本来就含水 你在窑的过程当中 会让它压缩之后 让它这个压力增加 所以会从固态变成 简单口语讲 就会变得比较松散的 土壤比较松散了 那到底那个 液化的地层 那个水分有没有往上 那这个 因为液化会有三种性 第一会出现喷沙 流沙 对嘛 地层下陷 水往上爬了 各位记得 你会这个液化 会出现这三种状况 那这三种状况 是造成建筑物它的一个基础 地积就不稳了 对对 这是建筑物结构受损的 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原因之一 那因为它让土壤 这个减粒的强度减小 那这个主要发生在什么 河岸 海岸边或是这个堆积出来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台北盆地 各位台北盆地是由新电溪 这个基隆河 景美溪 这个大汉溪 还有淡水河 四条河冲刷出来 所以台北盆地基本上 它是属于类似比较松散的 水包围着的 对 那各位你看 其实像摄子岛部分 它从基隆河跟这个淡水河 汇口那个地方 那是摄子岛 这个尖端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就有点符合 我们讲容易土壤异化的 所以其实台北市在2002年 市府曾经有委托 这个叫中华地理资讯学会 它出了一份报告 其实台北市有16个地方 有土壤异化可能 但是不要紧张 它说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 就会出现土壤异化 这次都5级啊 没有了台北还没有 台北市4级多了 还没有还没有 所以他们讲说 这些地方如果是5级以上 红色的地方就是有可能 有潜藏土壤异化的风险 各位看一下 包含北投 士林 部分的中山区 大同区以及万华区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 各位不要恐慌 因为按照专家 他们讲是5级以上的地震 但是未来会不会有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想说 可是人家现在气象专家说 地震只会越来越大 不是吗 是有这可能性吗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这个土壤异化 事实上很严重 在什么地方 它又出现什么 地盘的一个横移 横移 就等于说 你一个地盘 它会移动 横移嘛 还有什么 会下线 还有什么 它的建筑会崩塌 包含像日本 包含像是这个 纽西亚的基督城 过去的这个 有几次地震 都是因为土壤异化 之后 建筑会崩塌 最有名是在 这个1990年的时候呢 日本东京迪士尼泰人 因为地震 导致土壤异化 它还停源 所以别的国家有这样 有有有有 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物理现象 那我们只是讲说各位 如果各位真的要知道 包含像新北跟台北 因为这次 双北地区的地震感受度 非常非常强烈 那各位如果你要查 你可以去上什么 内政部的 这个经济部的 这个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网站 上面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去查 但是我们讲说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土壤有异化 因为它会随时对土壤进行抽测 所以各位可以去查 那查这个部分来讲 就可以想到 我们回到另外那张图 跟各位做个介绍 就是它有解释 对 那你土壤异化会发生什么状况 如果你在平地的部分 譬如说你会形成龟裂 军裂 会有喷砂 会有倾斜 那那异化地层来讲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地盘下陷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走在路上 看到那个地有点点裂痕 这样那就是 不完全是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最重要是你们住家的部分 你上这个网站去查 有没有是有可能 有土壤异化的潜在风险 还有一点 因为这次没有讲到 我跟各位补充一点点 你看那斜坡的部分 有没有 那斜坡的部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次 因为没有其他台谈过 我独家跟各位讲 其实地震除了土壤异化之外 你还要关心什么 如果你住在山坡 边坡的部分 请记得 一样你上中央地质 这个中央地质调查所 它会有公布说 哪个山坡地 它是所谓顺向坡 或是逆向坡 顺向坡逆向坡 什么意思 我简单讲 各位你们去查 你记得一点 顺向坡就是 那个坡度的倾斜度 跟你沿层的倾斜度 是一致的 简单上来 你的倾斜度是这样 可是你地层也是这样 那就很容易滑落 对 所以只要顺向坡 就比较容易 在地震之后会出现山崩 各位记不记得 前几年在北二高 曾经有一次 这个 有有有 那是因为顺向坡 的造成的原因 所以这个是 在地震之后 各位要一定要记得一点 可以去上这个网站 去查一查 葵哥大哥 因为我们像您常常去看房子 买房子以前 所以比较少去注意到说 你住的那个location 是不是有土壤异化 那以后我们买房 应该是要注意这一点 我觉得买房子 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看当地的盘岩 或是地基是什么样 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怎么看 你看当地的结构 它的泥土的结构 或是盖房子的一个洞树 它在施工的时候 手挖出来的土是怎么样 我讲一个我真实的故事 我第一次在汐止 选择住房子的时候 我选择在林肯大郡的门口 林肯大郡倒了 我就很气 我就把它搬到台北水都 结果那个名字叫台北水都 结果真的淹两次水 我又很气 就跑到了一个山坡上 我朋友介绍 他说我们这边 921大地震 连房子都没有动 我那时候不相信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区 我住的社区叫汐止日月光 它地下室有13层 地基打得很扎实 地下室13层 然后千户的住宅 那个面积很大 而且都是那种盘岩 那种岩石的感觉 所以你地下室13层的时候 它变成说 这个基础是非常稳固的 地基稳 对 我记得前两天地震 早上我记得很大 对不对 当晚是不是又来一次 对对 我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 我觉得没有感觉 晚上还来三次 对晃一下就没有了 为什么 你以后也可以试着一个观念 你们家有阻名器吗 没有 但是我们地下室有13层 都是停车场 其中有3层是百货公司 那个日月光的家具展 那我要提醒大家 有一个选择你安全的方式 你或许买不了这种高楼大厦 可是你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 你买房子 地下室的层数越多的时候 通常这房子的安全度越高 因为地基越稳 听说挖下面一层 上面要挖 成本越贵 就等于说 你现在就等于说 你可以找找那种地下室 比较深的 而且腹地比较大的 你如果找找地下室比较深 腹地比较大 它的面积 它的这个所谓容积量 还有它的所谓地基 就是非常稳 就像我真的真的 我朋友跟我讲说 921大地震 我们那社区连洞都没有太大洞 我这两天真的碰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的有这种感觉 所以 藉由这一次的地震 除了我们要学习 怎么去了解土壤异化 哪个地方比较偏安全之外 葵国大哥讲到重点了 如果您第一次想要买房子 这一次地震过后 又下雨 对不对 看房子有五大技巧 房市专家来到现场 今天有267个人按我赞 家朋友